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讲了 在电场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把这个高斯定理的部分的话呢 那它就是h and rho 的部分 然后它如果是静电的部分 克一是等于零 那对磁场的部分 一样的 我们也对它的高斯定理 它是等于零的部分 这是在这上 上个学习里面最 在这个chapter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的 那在磁场的部分的话呢 这是高斯定理 那克b 的部分是μ0z ok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所讲的安培定理的部分 那基本上面 我们说我们在做整个的计算里面的话 我们引进来的一个 我们说 这两个关系是啊 基本上面 这个呢 就是b dot ds 就是高斯定理 那对整个 surface 积分 它是等于零 那底下这个呢 一样的 你把stock theory 把它放进来 对整个 loop ok 做积分的话呢 那是等于 所以这个是安培定理 这个是高斯的高斯定理 那依照这个关系 我们在上堂课里面 不是上 已经上学期的事情了 我们说 我们说 我们刻b 跟divergent b 这两个东西 因为你divergent b是等于零的话 依照我们的这个向量分析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b 我基本上是可以把它写成任何一个beta的刻 ok 任何一个beta 你把它刻在divergent 它一定等于零 那这个beta 在这里我们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beta potential 好 这就是所谓我们的beta potential 这是在我们上学期讲的部分 那我说 基本上面beta potential的部分 ok 我说beta potential呢 基本上面 在这里面一样的刻1是等于零的时候 那你的1是等于负的gradient v 一样的 这个意思也是从这个 向量来的 任何一个物理量 那你把它gradient再刻 它是等于零 ok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beta potential 跟这个scale potential呢 做一个对应 我们在上学期已经看到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4pi mu0i 然后 r r是r'对dl dl'是i所在的位置 那你把它整个把它积分起来 ok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beta potential是多少 那你知道你的beta potential以后 你就直接把它刻就是你的这个磁场的大小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我说 从这里面开始的话 我们就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虽然简单 但是它却是磁最主要的组成的方式 ok 我们说我们有一股电流 i 好 那放在sy平面上面 那现在呢 我们要看 某一点 某一点 这一点是什么 某一个p点 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说这个 位置 r 位置上面呢 那 它的磁场是多少 好 它的磁场是多少 那我们先把p点 其实这个p点啊 你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圆形的环 所以你p点 只要p点的位置 在任何的位置 这个空上面的任何一个位置 其实都是什么 对称的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把p点先选在 r θ 然后 2分之pi 的位置 rθ5 ph角是2分之pi 也就是它是在 yz平面上面 ok 好 好 好 那p点的位置 你选出来以后 我们现在我们期待的是要 啊 去计算 在这一点上面的磁场 或者我的beta potential是多少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说我们的beta potential a是4πm0i r'dl' r'是什么 r'是每一个电流的element 到你所要计算的点 的位置 那每一个element 这个就是你的电流的element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啊 这一点来讲的话 它的角度 5π ok 在sy平面上面 所以你的dl' 是4π 基本上面 如果这个半径是v的话 那它是等于v d5π 然后 5π ok 它是 就是5的方向 那我可以把它 稍微的 变换一下 变换一下 我们的d5π 的话是 -i的sine 5π 然后再加上 zcos的5π ok 这是我们的dl'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再来r'的部分 r'的部分呢 这个位置 那它的点 我们说 我们说r'平方 是等于 小r的平方 加v平方 -2rv的 这个角 这个角度呢 我们认它 等于psi好了 所以你现在 r'平方 基本上面 就等于r平方 加v平方 加v平方 那v平方-2rv的cos psi 那 在这里面 r的cos psi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等于r 投影 投影到 这个方向来 rcospsi 是不是就是等于r 投影到这个方向 對不對 那你要把r 小r投影到这个方向来的话 那你可以先把它投影下来 再投影过来 再投影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rcospsi 就等于r的 就是cta角 r先投影到y 先投影到y 就是sin cta 再投影到 这个方向上 就是 sin y prong 那有没有问题 ok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prong 平方 就等于r平方 加v平方 减 两倍的 rvcos5 就等于r的 这个 把b写上来 把b写上来 b sin cta sin yprong 那 我们现在是希望 rprong分之一 所以这个 rprong分之一 就等于这个的负二分之一 r平方 r平方 加v平方 减二 rv sin cta sin prong分之二分之一 一般我们在计算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是 当 r 点大 v的时候 所以我们把r 提到外面来 换句话说 r prong分之一 r分之一 就变成 1- 两倍的 r分之b sine cta sine prong 再加上 r分之b 一括号的平方 复合 那 r已经演大v 了 所以这是一次方向 二次方向 二次方向 是很小的向 所以你可以把它用二向式展开 就等 r分之一 1- 1- - 1- 2 r v sine cta sine prong 你就可以得到 r分之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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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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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2- 2- 3- 2- 2- 是B' Qi的sin' 加上 J的cos' 這邊的r' 我們已經知道了 OK B'你也知道了 還有一個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這裡面有兩項 一項是 -i的方向 也就是說 在這一點的beta potential 它的一個是-i的方向 這是-x方向 紙上裡面 一個呢 是正J的方向 紙上這邊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這整個 對這一點而言 因為你現在是在 component的部分 他 因為你是對稱 所以 他的 A y component 是等於0 換句話說 你只要去算 A x 的component 就等於4π mu0r OK 然後v把它提到外面來 r' r' 放到外面來 那裡面 那裡面 直接把它放進來 e加r分之b 3 c d c 3 c 3 c 3 c 然後 然後sine5 和d5 那這個積分 第一項 是對sine5 積分 4πR μ0 RID 負的 第一項的話 sine cosine就等於負sine sine積分是負cosine 外面有一個負號 所以就是 這邊就是cosine 然後再加上 0g到2π 然後再加上R分子b sine sine cita sine 平方的積分 sine 平方5π的積分 這0g到 這個是0g到2π的話 就等於2分之1的2π OK 所以你就直接放進來 2分之2π 它前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項進來 它已經整頂了 後面這項 22消掉 ππ消掉 就變成是4R平方 μ0iB平方 sine sine cita 那2R 這是 Ax 這邊有一個負號 因為這負號已經出來了 所以現在你看 你現在Ax的方向 Ax是負的x方向 在這一個位置上面 負x方向 是不是就是你的 phi軸的方向 對不對 這是phi的方向 有沒有問題 看句話說 你現在你雖然取的位置 是在 yz平面上面 但是 我這個位置呢 隨時隨地變的時候 我的 在這一點的 這個betal potential 都是 跟這個方向 進去的 phi方向 所以你隨時隨地變的時候 它都是這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就是 phi軸的方向 換句話說 我如果把它generalize以後 我的A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寫成 4R平方 μ0 i b平方的 sin cita y 我來 那也沒有問題 who 这个 这个generalize 就是它了 OK 所以没有问题 好 应该没有问题 好 所以你x 在这一点上面 就是在yz 平面上面 它是-x 的方向 而这个-x 方向呢 就是相当于 y 的方向 也就是说我的p 点把它拿到这里来的话 我只能把ye 平面放在这里 那我就可以 一样的它是这个方向 OK 因为它是对称的 所以这个 这个方向呢 就是相当于是 phi 的方向 这是我的better potential 我已经得到了 好 你一旦得到better potential以后 我们讲说 我们得到我们的better potential以后 我们就可以 很快地去计算 很快地去计算 我的 磁场 那 磁场的部分就是 k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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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求坐标 c t 所以 k a A就是等 R 平方, sing 太分支一 R、「 R θR sinc 太 y component NNR R R 拉R c 太 拉R y 那就是 A R A θ A y 这边还有一个R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整个meta potential 只有这一个turn 这几个turn都是等于零的 所以直接把它带进来 R平方 那这两项 这个是等于 4R平方 μ0Ib平方 sinθ 再乘上Rsin 所以R跟R消掉一个 OK 这边就变成R的sin平方 好 那把它移向搬出来 就变成4R三次方 Iθ分之1 μ0I V平方 所以里面是sinθ 那对θ为分 就变成2倍的sin 就变成2倍的sin 对R为分 对R为分 对不起 我这边好像 我不应该把R提出来外面 我不应该把R提出来外面 等一下我感觉好像有怪 到底哪里怪 应该没问题 R sinθA5 这边就变成4倍的sinθA5 这个是对Rcomponent 这个是对Rcomponent 对 没错 然后对 这是对他为分 所以他对他为分 这是Rcta 然后对R为分的话 是4倍已经提出来了 R平方 2 3平方 Ct 这边有一个负号 所以负负得正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R R消掉了 换句话说 3cta也消掉了 一个 我们的B就等于4R平方 μ0I平方 两倍的cosθ 加sinθ 这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有没有什么感觉 有没有感觉 当你的磁场 看到它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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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我们在讲词的时候 记住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要随时回去检验一下 你的电场 那这个东西 电场 看起来是这种形式的 你回去看一下 我说一个dipo 它所产生的电场 1是等于4π190R 这边是R三方 因为R提出来 OK R三方 分子P 两倍的cosθ 加sinθ 一个dipo 这是电耳机的时候 你看到它产生的电场 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 你会看到一件 有趣的事情是 整个的这个form是一样的 好 那差别在哪里 四π一雄 这边是四一雄 OK 然后 R三次方 这是R三次方 都没有问题了 那 唯一的就是 现在你看到 这个form 跟这个form 应该要看起来 要有相当的 那我们就把它定义是什么呢 我说底下有一个π 那我这边乘上π 这边乘四π 四π μ0 然后乘上 那IπV平方 它应该对等 四π一雄 然后 这个 dipo moment 所以 你现在 一雄零本来是真空里面的界电系处 μ0是什么 真空里面的磁导力 所以 这个 一雄零分之一跟μ0是有对等的 这一项啊 就好像跟这一个东西是对等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 magnetic dipole moment ok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就是 10o即 ok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好 你现在有磁偶即出来了 那一件事情 我说 Electric dipole moment的时候 基本上是什么 一个负的 一个正的 charge 然后 你的整个dipole moment 从负的指向正的 对不对 ok 那它的大小 是等于多少 它的大小等于多少 啊 多少 多少 大声一点 QA 对 等于QA 然后方向是从负电后 指向正电后 我们现在在 ok 这就是 release dipole moment 那现在呢 这是一个电流环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把这个叫做磁偶棋 我们把 M 叫做 I π d平方 那基本上 它是一个 电流环 ok 它的半径是V 所带的电流是I 换句话说 这个电流 所围出来的面积 πV平方 乘上 它的电流大小 就是你的 mcdipole moment 那它的方向 是哪个方向 因为它也是 它的方向就是 你的右手 把它抓出来 ok 我们就说 你的mcdipole moment 就是你的电流的方向 围起来 那你的大拇指 就是你的 mcdipole moment 10级的方向 好 那这是两个 很重要的 这个 在 电 这个 电穴跟磁穴上面 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对应的关系 那 反过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说 在你讲 Electric dipole moment 的时候 你的potential 你可以把它 看到是 4π issue R平方 分之 dipole moment 乘上R OK 那在这里 一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 我们的betal potential 是等于 4π μ0 OK R平方 ππ 这个就是m了 然后dot cd是什么 cd就是你的 mcdipole moment 跟你的p点 之间的夹角 也就是m跟r 之间的夹角 m dot 一样的 OK 所以这是你的 这个 OK close不是r close 因为它是 时长 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m close r 就是你的cd角 那它的方向 m close r 你看到 它就是 phi的方向 这是我们的 betal potential 的部分 那 再来 这我们在讲 magnet dipole moment 的时候 这个我们已经写了 那就把它 放 这是 电场的部分 你就直接 可以写成 四π 一胸零 分之一 然后 elastic dipole moment r三次方 分之一 r的 2 cos θ 加 θ 方向的 θ 這邊磁场 一样的 四π μ0 4πμ0 这个已经是m r三次方 2cos θ 加θ θ θ 所以你看到 基本上面这是两个 对应在电里面的 电耳机跟 磁里面的 磁耳机 那为什么磁里面的 磁耳机这么重要 在电里面的话 它最端纯的是 charge 就是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 电荷存在 但是在磁里面呢 可不可以一个一个的 磁举存 可不可以一个一个的 磁盒存在呢 当我们在讲 高磁地理的时候 我说 电的高磁地理 告诉我 E.ds 是等于 1.0分之Q 是高磁面里面 所包含的 total charge ok 但是 在磁场里面的 高磁地理 告诉我 V.ds 是等于 0 换句话说 一个 closing surface 密闭的电 surface里面 里面 你total的 如果你有 像电一样的 电荷存在的时候 那 你这个 电荷的 总和 在磁里面 是什么 在磁里面的 是要 total是等于 0 换句话说 假设我把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当成是 两个 一阵一阵的 磁盒的话 那 一阵一阵的 磁盒 通通要 随时随地 要 同时存在 不管你 分到 多细 它一定 就是 配合 存在 一阵一阵 如果你现在 能够发现 磁单极的时候 高磁定理 磁的 高磁定理 这个就不会 是0了 OK 换句话说 must way quation 就要什么 被修正 在目前为止 磁单极还没有被发现 所以 在这个尺度范围 你现在所使用的尺度范围 通通是must way quation 都还可以存在的 也就是说 它是没有 磁单极存在的 所以 最简单的 磁的形式 就是双极 它是最简单的 磁场存在的 一个形式 为什么这个 macadiple 这么重要的 一个理由 就在这个地方 OK 好 那 我们刚刚已经把 这个 电穴里面 跟磁穴里面 两个东西 你把它做 一对一的 对应关系了 好 那 反过来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看起来 好像 都没问题了 就是说 我们把 scalive potential 对应到 veta potential 那 electric field 对应到 mechanic field 的intensity 都是 electric field 的 quolus flux 的intensity 那 mechanic field 这个flux的intensity 这两个 都一对一的关系了 那 反过来 我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我说 当时我们在 探讨 这个 电场的 这个 scale potential 的时候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 从 刻一 那 你就知道 一 是某个物理量 的 gradient 跑过来的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 不一样 它是一个 conservation 的量 ok 换句话说 在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个 电位 E dot D L 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它只跟 起始点 跟终点 有关而已 你怎么过来的 从 一到二 你完全是跟 路径 没有关系 ok 这是我们在之前 我们都已经了解的 那现在 我们看到 在磁场里面的话 可不可以 比照 电场 这样的方式 去制造一个 类似 磁 电场的 磁的 纯的 Meghanic Field 的potential 可不可以 这个 scale potential 是一个向量啊 向量 很讨厌啊 对不对 我们当时 我们在做 电磁 的时候 我们 喜欢的是什么 喜欢的是 它是 存量 所以 当你把 存量的东西 算一算以后 我去算电场的时候 我只要 把它 轨点一下 那就出来了 这个是向量 然后呢 它是存量 很好算 完全是跟 方向没有关系 只跟位置 有关系而已 ok 那是完全跟位置的 大小有关系 但是现在呢 你 Metal Potential 本身就是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刚刚 算了半天 跟方向都有关系的 如果 我能够找到一个 也跟这边的 一样是 存量的东西 那不是很好吗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在电学里面 学过的东西 希望在磁学里面 也有一套东西 跟它 一一的对应 那 换句话说 你期待 这个 Scalate的 Magnetic Potential 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呢 是不是存在呢 你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第一件事情 它怎么出来的 它是 它 k等于0 它就出来了 那反过来 我们刚刚讲了 kb 是等于什么 kb等于多少 magnetic 对 所以 只要有 kb 只要有k人的地方 你就不会 kb等于0 啊 那不会0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个 就不会有这个 对应的b potential跑出来啊 除非 在kb free region 那 c等于0 这个region里面 如果在这个region里面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有 kb是等于0 那你kb等于0的话 我自然而然 我就可以把b 写成跟这边 类似的 负的gradient v 那这是mechanical 的potential mechanical scale potential ok 那我们在物理上面呢 常常呢 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一零零分之一跟muling 好像有对应的关系 所以为了那个单位 起见过等等的 我们常常把这边 多加了一个muling ok 因为这是常数没有关系 任何一个scaler 在gradient以后 在k一定是等于0 ok 所以基本上面 只有在这个current free的region里面 我可以这样子写 一旦这样子写以后 我就非常的清楚 知道 我的这个scaler的 mechanical potential呢 在第一个位置跟第二个位置 他们之间 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那就是muling 分之一 v dot点 就可以积过去 这是在这种special case的时候 才用 在这个special case的时候 换句话说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对应的 对应的 你找到了这个呢 跟它对称 对应的关系的时候 你也可以有一个对称的关系 对应的关系 当时我们在讲 electric field的时候 我们说 4π1九零分之一 就在这边 你在把它算的时候 是R' 然后DQ' 对不对 那DQ' 你甚至于就可以把它写成 我把它写过来一点 把它写起来 就等于4π1九零 R'分之 R' DV' 这是我们当时在算 这个scale potential的时候 那同样的在这里 我也对应过来 4πμ0 OK 然后R' R' R' DV' 就从这边 可以对应过来 这是对整个barren机会 OK 在这里面 这个东西啊 完全是一个 虚拟的 mechanic charge OK OK 好 你就对应过来 所以 对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的 mechanic charge的部分 你在这里面的 M 我们刚刚讲说 我也可以好像 是一个虚拟的mechanic charge 然后它 间隔D 然后它的大小M 就等Qm的D 然后它的方向 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虚拟的 它到底间隔多大 一旦有距离的时候 你就怎样 你就可以把它切出来 对不对 一旦你有距离 你就可以把它分离 那一旦能够分离 你就不会什么 包起来的时候等于零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个观念啊 只有 在这个条件的时候 你才可以用 它是 非常非常 special的情况之下 可以用 而不是一个 in general的 个case 所以我们后来 为什么 后面的词学的部分 我们不再去讲 我在词里面 有所谓的 scaled mechanical potential 这个概念 因为它 不是in general case 而且 很容易让你误导说 如果你有一个 future的 mechanic charge density 这个density 那你就可以把 这个 这个charge的大小 因为你每一个charge 有charge density 你就有balance 你就可以得到 你这个charge的大小 那你就可以分开了 可以分离的时候 你就高斯定 你就不存 这个 词的高斯定 你这边 是等于零了 OK 所以这个概念 记住的是 它不是错 而是它是在 一个special的case 里面你才可以用 一旦 一旦不是 current free的charge的 的region里面的话 这里不等于零的时候 后面的东西 全部就什么 都不对了 OK 所以我们在词里面 舍去了 scaled 的mechanic potential 而用 met的 这个potential 来处理我们的词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是词跟垫里面 最大的差别 也是最明显的差别 你虽然要 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但是 终究还是 不同的两个东西 虽然是兄弟 但是兄弟还是 要分清楚的 你要明算账的 OK 所以词跟垫 它有明显的差异性 也有它 这个 类 相类似的地方 好 这个是 我们在讲 scaled mechanic potential 的一个 重要的概念 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我问一个问题 好 我说如果 我是 把 scaled mechanic potential 引进来的时候 我这个 scaled mechanic potential 所在的场 会不会是一个保守场 会不会是一个保守场 我们刚刚讲了 保守场 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它是跟路径积分都没关系的 因为 这样子的关系 以至于 你是一个保守立场 但是在词里面呢 会不会是一个保守场 不会了 因为这边不等于0 OK 你不等于0的时候 你就不会是保守立场了 除了在 Current free的region里面的话 可能density等于0的region里面 你才可能是一个保守场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厘清了 在词跟店里面的 异同了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它分不开 反正它存在 每个dipo存在 而且 没有像店里面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啊 每个dipo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 你想要去了解 在历史的眼光里面 你想要去了解 到底是什么东西 产生每个dipo OK 它很重要 你们现在 你们都知道说 你们的那个磁碟机 短巧金箔 越来越 小 然后 那个 那个什么 USB啊 插下去的时候 那个小小的 就已经4G 10G了 对不对 10年99年 不到10 不到15年 我买1G的 hardy 1G的hardy 因为我们在做计算 要用的话 大部分的电脑里面 40Mbps已经很 很了不起了 OK 我们买1G的hardy 要差不多10万块钱 你们现在1G 1000块钱都不到 对 而且1G好大一个 好大一个 OK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现在的 所有的那个 那个 那个hardy的部分的话 大部分都是在用磁 OK 磁场的变化 0101的变化 都是在spin 就是这个 magnetic dipole up down up down 就是刚好两个方向 一个是0 一个是1 就是在电 你们的那个计算里面的话 就010101 计算机的语言里面 OK 所以基本上面 magnetic dipole的部分 接着我们就要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在马斯维尔 发展整个马斯维尔 虽训 过得是法拉地 过得是安培 在发展这个 整个安培地理 过得是认次地理 等等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是 只知道 有magnetic dipole 但是不知道 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 我们说我们一个 聚观的 我们要从原子的观点来看待 那atom 原子是什么 产生组成的 该不会不知道吧 原子怎么组成 里面有什么 质质 电子 中质 对 所以我们说 它是有原子核 然后 有electron OK 这原子核 这是electron 你们都 看过 行星绕太阳 那原子核 电子好像是 绕着原子核 在运动 基本上面 在你们的古典物理里面 就是大于普通物理里面 这样子在绕的话 一个东西绕着 一个东西转 就有什么 角动量 对不对 对不对 一个东西 绕着一个东西转 就有角动量 角动量 跟动量是两个 很重要的物理量 大概有三个物理量 一个是charge 一个是动量 一个是角动量 这三个物理量 到目前为止 在每个领域里面 它通通要维持 它的守恒性 电荷守恒 动量守恒 角动量守恒 OK 它再到它的时候 电子是负的 所以你的角动量是 朝下 它有一个orbital的aqmoment OK 然后呢 电子本身呢 有一个speed 自旋 这都不是 这是你们 这个量子物理里面 你要去学的 所以 orbital的aqmoment 这是轨道角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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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自旋呢 加起来 就是你的totalaqmomentum 整个total的aqmomentum 它会induce一个 我们在这边 我们把它用m 把它区分出来 因为 这里面大部分 我们会把它拿来 当成是diple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等于 负的gmubz OK mub是 poor的实质 它是等于2m分之1h bar h bar是 poor常数 不是poor常数 那个 plank长度 常数 这是si unit 那z g是什么 g的大小 1加上 2倍的z乘上 z加1 z乘上 z加1 你会看到 很复杂的一个 先告诉你们 这个部分以后 l乘上 l加1 所以g是这么多 所以你把g放进来 mub 它本来就是 poor磁子 是固定值 然后j值 你把l加s 放进来以后 这个就是 这个原子 所产生的 magnetic dipole magnetic moment of atom ok 好 那你可以从这里面 你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电子绕着 原子核转 本身 电子绕着 原子核转 就好像是什么 我们刚刚画了 在这边的 电荷 绕着一个 圈圈转 就形成一个 电流环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 dipole 就是一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第一个 它就会产生 磁举 第二个是spin 电子本身 它有一个自选 刚开始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有它的存在 只知道说 电子 露着原子核转 本身这个就是一个 电 好像一个电流环 那它有一个 有一个 对应的 magnetic moment 存在 但是实验 出来以后 发现说 那个数据 跟理论的数据 老是会差一些 差的东西在哪里 就是这个产生的 就是电子的自选 电子自选 本身就好像 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 但是是一个 比较接近的比喻 让你们 能够马上想象了出来 就好像地球 一个是在自转 地球自转本身 它也会产生一个 magnetic moment ok 然后地球 又绕着 太阳公转 它又产生一个 magnetic moment ok 因为地球 自转 跟地球公转 本身 它是一个很聚观的 它轨道是一个 非常 非常 清楚的轨道 但是 电子在绕原子核 旋转 跟它本身在旋转 不是这么简单的 看到一个轨道在这里 你到量子力学里面 以后的话 量子物理的时候 全部都不是这个 真实的轨道了 全部都要用波函数来表示了 那波函数讲的 就不是什么 不是很确定的位置 每一个点都是 probability 就是你存在的几率是多少 换句话说 它本身是一个 一团电子鱼那样子的情况 你们如果要用一个比较接近的名词 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学过电子鱼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基本上面 你看到了原子核有两个东西 让它产生每个diple 每个moment OK 产生每个moment 那产生每个moment 一个就是轨道 角动量 电子绕着原子核 的轨道角动量 让它产生每个diple 每个moment 另外一个就是 electron的spin 它自己有一个spin 那它产生每个moment 那 目前 你们看到的很多的物理现象 通通是 我刚刚讲的那个 hardy啊等等 就是用electrical的spin 的magnetic moment 对它来讲 它刚好有一个spin up 一个spin down 两个方向而已 就是这是spin的部分 所以你知道了 当你知道了 你本身 为什么 时局产生的原因 是跟电荷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 electrical的orbital 产生 跟electrical的spin 两个产生 出来的结果 好 那这两个出来的结果的部分的话 对 你们有七个同学 对 好 这两个因素 使得 你没办法去分割它 你一旦没办法分割的时候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为什么高斯定理 V.dx 它是等于0 到目前为止 OK的 还没有被打破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OK 这是我们在讲 magnetic dipole moment的部分 跟magnetic moment的产生原因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一块的东西 在量子物理里面是很重要的 在量子力学里面也是很重要的 在近代物理的发展更是很重要的 好几个诺贝尔奖 已经在这里面产生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